春季出游升温 在浙江 上海等地 酒店民宿的入住率和预定量 最近都在上升 和前两天的阴雨天气不同 本周末迎来了难得的晴天 随着气温回升 在浙江省墨干山的仙潭村 游客数量明显增多 像今天的话 我们能看田园乐园里面 我们村里面 龙潭景区里面有很多的游客 也有本地的 也有江苏牌照的 也有上海牌照的 也有很多 整个村里面来来去去的话 估计也有800人左右吧 虽然距离清明节 还有20多天 但是沈蒋荣的民宿 早早就开始接受预定 两栋楼已经被定满 像清明节的话 我已经有两栋楼 已经定出去了 所以预定量 还算是非常的不错 特别是五一节 我们有一栋楼 也预定出去了 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 国内游市场出现了 明显的回升 上海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 三月份以来的咨询量 和订单量都有大幅提升 比如说像厦门 春岛花开的 最近比较热点 比较足的就是到武大 到武汉这边去看一个樱花 也是很多的这个顾客 都会向我们咨询 大家不管是从 个人的出行也好 还是单位组织的出行也好 就是到了三月份以后 就冻起来了 目前为止的话 几百单到上千单 应该是有的 习小华告诉记者 从咨询量上来看 明显能够感觉到 大家对长途旅行的向往 但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 还是选择长三角地区 短途游的更多 记者也在街头 随机采访了几位上海市民 大家也都表示 小长假期间 会更偏向于周边游 近郊游 平时的话可能会飞了更远一点 比如说去海南或者 现在远的不能去了 只能将这一带 就是车能方便开的 就一两百公里左右的 也不会跑很远 偏向于自驾游 对对对那肯定 回到疫情来说 本身因为小还是小 可能考虑到就是 尽量不出上海 不出上海 就是上海周边这样的一个考虑 感谢观看